童话故事书中会讲到人们发现一处宝藏 里面藏有金银珠宝 对于肯塔吉州做了一辈子的一位农民来说 他近日也发现了一个大宝藏 上个月一名农民在自家玉米田偶然发现了一枚金币 随后他继续翻找 已经找到了700多枚美国内战时期的金币 粗略估计价格已经超过几百万美元 据悉这些金币的发现 也成为21世纪最伟大的硬币收藏发现之一 根据硬币鉴定服务机构和销售股钱币的公司 这批被称为肯塔吉州大宝藏 Great Kentucky Horde的金币的年代为1840年至1863年 专家们称这一发现极为罕见 更罕见的是这些硬币保存得如此完好 这些硬币包括一美元的黄金印第安人 十美元的黄金自由女神和二十美元的黄金自由女神 其中还有1863年的二十美元黄金自由女神 可能价值数百万美元 藏体还包括1863年的黄金自由双英 这是一个超级稀有的日期 在所有金币中最为稀缺 Certified Collectibles Group执行副总裁 安德鲁·萨尔茨贝格 Andrew Salzberg说 这些是保存非常完好的精美硬币 我认为它们之所以保存得如此完好 是因为它们没有暴露在空气中 而是被深埋在地下 这些硬币如何被埋在肯塔基州的玉米地理之谜 引发了各种猜测 一种可能的情况是 一个富有的肯塔基人将他的财富埋藏起来 以躲避前进中的邦联军队 路易斯维尔钱币交易所总裁 博德·塞勒·波尔塞勒说 历史上 如果你有很多钱 你就会把它埋起来 有些人会认为 那个时代的银行不安全 你必须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在历史上的大多时间里 动荡让人们都会把钱埋起来 但如果财宝处责好了 但是人没了 它们就成为深埋地下的宝藏 目前为什么钱的主人没有回来取得这些钱 毕竟已经过去160年了 可能还需要要很多调查 知名币商贾瑞特Jeff Garrett说 这一发现的重要性 值得一再强调 700多枚金币数量惊人 就像是内战时期铸币的虚拟时光胶囊 肯塔基州在1861年至1865年南北战争期间 采取中立立场 但仍然被卷入这场血腥突击 目前关于这位农民的身份并没有公布 但是从美国硬币收藏营销商 Government.com发布的影片中 可以看到这名男子从土里挖出这些硬币 并听到他说这是有史以来最疯狂的事情 谢谢大家